这个季节是育苗长得最茂盛的时候 今天我用它来跟大家分享一道 在我们家乡大牌当里非常受欢迎的一款育苗连衣包 准备一条杀好的连衣 我们先把它清洗干净 连衣身上有粘液 所以我们要用流动水多给它冲洗一下 让它粘液洗掉 残留的内脏也要给它冲洗掉 接着把处理好的连衣改到切块 有牙齿的部位给它剁掉不要 这个牙齿很锋利的 砍好的鱼块先放到碗中备用 准备一小把大蒜剁碎 一个小米椒切圈 用的大蒜末给它分出两半来 有小米辣的一部分先放一边备用 另一半蒜末把它放到鱼块中 把鱼腌制一下 再加一点胡椒粉 适量的盐 少许的蚝油 再来一点花生油 把它搅拌均匀放一边备用 现在我们来处理疫苗 先把它的外衣语气除掉 大家最好戴上手套 要不要会容易发痒 我们在剥丝的时候 一定要尽可的把它剥干净 要不要它会影响口感 过干净之后再用清水给它清洗一遍 接下来把玉苗切成小床段 没看它满满意了 等一下包出来就不多了 锅中烧开水 把玉苗放进去烫一下 等一下炒的时候比较好炒 时间不用太长 大概十秒钟左右就可以了 炒好后放到绿篮中控水 再用勺子给它压一下 把它水分压出来 锅中来点油 把蒜末和小米辣放进去爆香 爆香后倒入我们的玉苗 再投入少许的盐 给它翻炒片以后 不用炒太久 好了炒了有一分钟左右了 关火把它转到砂锅中 接着加入一碗清水 先稍微把玉苗给铺平一点 再把我们腌制好的鱼块给摆进去 把锅盖盖上 调大火烧开后 转中小火 煲五分钟就可以了 热胀冷收 我们的玉苗膨胀起来了 好了现在已经可以关火了 最后来上点葱花 一锅美味的玉苗粘鱼包就做好了 这样包出来的鲷鱼口感嫩滑 一苗吸收了鱼的鲜味 超级的鲜甜 每次做这道菜 一苗都会先被抢光光哦 和简单